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想感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我最近發現 按讚數跟留言數 都有點太少了 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多一點的互動 據傳言所說啊 按讚數越多 留言越多的話 這樣子YouTube就會把我的影片 推給更多人看到 這樣子我就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賺到更多的錢 我就可以找更多的妹子 找到更多的妹子 我就有更多的泡 各位 剛剛不小心失態了 所以各位 從今天開始啊 以後的每一部影片 按讚留言的話 你都有機會獲得免費的點券 那為了給各位神秘感呢 多少點券我不會說 有時候是100點券 有時候是1000 甚至有可能5000 所以各位看我影片的時候 請踴躍留言 踴躍按讚 每個禮拜日 我會抽出幾個幸運額 來送點券 有把影片看完的人呢 會比較容易抽到點券 不要怪我沒提醒你們哦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叫上對耶 我點評到你 永遠看不膩 各位 最近每個實況主 都在做愛玲的教學 你們有發現嗎 看到這樣的畫面 皇帝我就坐不住啦 所以皇帝我今天身為一個創作者 我必須帶給大家 愛玲不一樣的玩法 那畫面上的這個帥氣的皇帝我呢 這個QR Code 就是皇帝的傳說對決社群 想跟皇帝一起拍企劃 想跟皇帝一起玩的 麻煩截圖 用LINE 趕快進去加入好不好 名額有限 要加入的要快 OKOK 我們進來到練習場 我來帶各位看一下 艾玲怎麼玩 才可以玩出不一樣的玩法 我看了一下艾玲的技能組 我簡單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的一技能二技能 都可以累積印記 然後普攻第三下 也可以累積印記 你累積幾層印記呢 你大招就可以射幾個大招 簡單來說 你的一二技能 還有你的被動 累積了多少大招的印記 你大招就可以射多少的子彈出去 就像是皇帝我吃越多蛋白質 我晚上射出來的手槍就越多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大招左下角那邊有一個18 代表可以射出18發的子彈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現在所有的實況主都在教啊 艾玲是一個混傷型射手 有魔攻 有物攻 那目前的主流艾玲呢 基本上都是一半物攻裝 一半魔攻裝 那皇帝我看了一下艾玲的技能組 這個傷害的分配啊 物攻跟魔攻的傷害分配 我覺得他吃魔攻的比率還蠻高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點開他的技能組 看一下他的一技能跟大招 吃魔攻的佔比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皇帝我就想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玩魔攻艾玲呢 讓各位看一下傷害到底有多高 可以看到我們一開大招 特爾安娜斯瞬間殘血 你會說啊這個是人偶耶 怎麼可以拿來比呢 他才一等 你沒有任何的裝備沒有任何的防裝 我當然知道各位會這樣講 所以皇帝我準備了 我直接準備一個後排 好不好 滿裝的後排 跟我們直接對點 來看到底誰傷害比較噁心 當你玩全魔攻的艾玲的時候 你一個大招 對面射手會直接消失 那如果是玩這個 欸不是玩這個 應該說 如果你是遇到對面的法師 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們可能會說啊 這個聖圖爾特 可能也可以把我給秒掉 但別忘了我們是魔攻艾玲 我們是可以出凝霜寶珠的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Don't worry 好不好 那這邊呢 我讓聖圖爾特一直出來 這一次我們來試試看我們一技能的傷害 來打到聖圖爾特 哇操 直接半血 將近殘血 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到底有多高 那假設我們在草叢先開大招 那對手聖圖爾特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直接補順一上去 截他一套 他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 秒殺 好不好 好耶各位 我們來到遊戲畫面裡面 今天來教各位怎麼玩 中路艾玲 那很多人就會講啊 中路艾玲有什麼強勢的地方 前面已經跟各位展示了 一套秒殺 光是大招就可以把對面殺到 迷迷貓貓 好不好 那我們的這個 前期發育呢 非常的大便 真的是大便 那很多人都會說啊 皇帝你不要再出來教獨流玩法 我跟你講 遊戲就是這樣 玩出你自己喜歡的 那是最重要的 雖然說可能我們這個魔攻艾玲啊 不會是艾玲的主流 但是呢 皇帝我覺得 遊戲嘛 你必須就是要玩得自己開心 那玩出不一樣的感覺 那快樂就好了 對不對 那建議各位是玩一般場的時候去試啊 不要拿牌位去試 那這邊也只是叫大家一定要嘗試喔 你自己要試 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不要試了 打不好 欸 皇帝教的 好不好 那魔紋的部分呢 就是萬鈞聖雷啊 就讓他一技能打到敵人的時候更痛 他其實最主要的輸出這個 傷害來源應該是一技能吧 他到後期那個一技能傷害真的很高 要是他開大招的時候可以開一技能 哇 這隻角色屌了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我玩這個魔攻艾玲到現在的玩法 不是玩法是想法 我用我的本號跟小號玩這個魔攻艾玲啊 玩了快20場吧 那皇帝的心得是 他其實有點像蝴蝶 他有點像克里希 有點這種感覺有沒有 大招一個圈圈 然後範圍內的人會被彈衣攻擊 那像這邊這個納克羅斯以為他能夠收掉我 我們大招傷害也還是很客觀的 那這邊補上瞬移啊 躲開了對面這個 被揚的這個大招 那我只能跟各位講 恩... 真的是蠻像克里希的 一技能有點像安奈特 然後大招跟二技能 給我一種克里希的感覺 沒有控制技能的克里希 那你說 那為什麼不玩克里希就好 確實 對 為什麼不玩克里希就好 因為 對嘛 新角色出來畢竟要搞點花樣 就是大家才會覺得 哇操 這實況主很屌 那皇帝我會發現這個魔攻艾琳呢 是我看到他的技能組上面的這個 魔攻係數其實蠻高的 這個一技能的魔攻係數真的很高 一技能打到敵人 只要是脆皮啊 基本上三分之一的血量就沒有了 那魔攻艾琳的打法呢 不仰賴普攻 像是現在這樣 先開啟大招躲在草叢裡面 來一技能打到大招開始噴啊 對面龍馬已經半血了 假設對面龍馬是半血的狀態走回來 他就死掉了嘛 所以就大概這種感覺 所以 他又有點像是 那叫什麼 有點像是 薇菈的感覺 蹲草打一套 那這邊被納克收掉 因為我走的位置不太好 那玩艾琳魔攻的話 要特別注意自身的站位 就算玩物攻射手艾琳 也是一樣要注意站位 那這邊的話我們全力輸出 拿到了一顆人頭之後 我們直接一個一技能 接著瞬移離開 因為這個目前的狀態 我們打會戰不太適合 如果我們剛剛沒有交瞬移的話 應該會直接死在那邊 其實我有試過喔 魔攻艾琳跟這個物攻艾琳對點 就是互相接對方一套 其實是物攻艾琳會贏 應該說混傷艾琳 不是物攻艾琳 所以算是混傷才是主流阿 魔攻算是一個邪魔歪道 但我覺得是可以玩的這樣子 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如果要玩魔攻艾琳 不如玩克里希 對 那可能就會有觀眾疑問阿 皇帝你玩魔攻艾琳 你出一個王者之劍幹什麼 那皇帝跟你們講阿 這個魔攻艾琳到後期 算是就打後期的角色啦 你到後期有一個這個 王者之劍搭配你的大招 哇操 噁心的不得了 他這個每一發阿 遇到那種殘血的對面有沒有 來一發殺一個 真的是這樣子 那簡單來講他可以算是 物攻版的克里希阿 因為你平常玩克里希 你不可能去除王者之劍 但是他這隻角色混傷阿 你等於說有克里希大招 然後又可以除王者之劍 那個每一下痛到靠北 不是我在說 我現在給各位看一下 遊戲時間來到六分多鐘 快七分鐘的時候 我一技能打到對面艾琳 對面艾琳三分之一的血量 直接消失 所以很強阿各位 真的很強 但是呢 嗯 嗯 就像皇帝我說的 實在是太後期了 像克里希前中期有控制 輸出也不算低 就還可以 但是這隻角色 就 呃 真的是 娛樂就好了啦 如果你真的要玩魔攻艾琳的話 我強烈建議就是娛樂就好 這高端局 也拿不太出來 所以 就打一般場跟朋友開開心心的玩就好 好玩 是真的好玩 那魔攻艾琳還有一個點要注意阿 就是他這個一技能阿 算是 指向技能吧 所以要丟的特別準才會有傷害 你最好是一技能的末端去碰到敵人 那就會真的很痛 那這邊我們開啟大招瞬移補上去 龍馬也補上他的瞬移了 納克羅斯上來補傷害 我們也一起收掉了對面的納克羅斯 對面的納克算是比較白癡阿 就是艾琳開大招你還敢闖進來 因為艾琳大招開下去 雖然說沒辦法使用其他技能 他就只能使用瞬移 雖然說是這樣的情況下 但是艾琳的大招也算是 傷害蠻高的啦 我只能說這個對面納克就是 蠻白癡的剛剛那個行為 那其實每一次新英雄出來的時候 每個實況主都中規中矩阿 比如說這個英雄是走哪裡 他就走哪裡 然後出一個可能比較標準型的教學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看教學 去看職業選手的可能更棒 聽這些實況主在那邊 可能用自我的角度去分析 當然也沒有說不好啦 像皇帝我就不適合嘛 皇帝我就比較喜歡走這種 邪魔歪道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就是要開心 要happy 所以皇帝就會去想一些 喔可能比較好玩的套路阿 覺得比較白癡 或者是那種玩起來會特別特別爽的 對 那回想起皇帝youtube的第一支影片呢 皇帝是玩貂蟲蟲 走凱撒 不是走凱撒 是走魔龍路 對 我竟然成為youtuber的第一支影片 竟然是玩貂蟲 而且是用物攻貂蟲 對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會這樣走 就好玩阿 玩遊戲就是這樣阿 我竟然要當遊戲實況主 我是不是要做一點好玩的 當然阿你們也可以說我是毒瘤 說我是怪胎 但我一點都不在意 很爽阿 你知道嗎 不是說當毒瘤很爽 是玩出自己的套路 我覺得還蠻爽的 那這邊對面艾琳阿 很調皮阿 一直亂丟我們一技能 幸好他不是魔攻艾琳 不然我可能已經半血了 就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我們 其實傷害真的很高 只是說 就有點浪費他身為射手的這個體質 對 就是普攻不能痛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看到 一技能打到對面艾琳 對面艾琳瞬間殘血 要是我這邊大招接上去 他可能就死掉 那看到對面的沃瑪爾出來 我們直接無情開啟大招 幫隊友瘋狂輸出阿 就算納克跑回塔下也沒有關係阿 我們大招範圍就跟克里希的大招 一樣 這麽大 而且也是混傷大招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 很另類的新體驗 那這場算是 對面沒有什麼 也不是對面沒有什麼貼臉的阿 因為艾琳很怕敵人貼臉 這場也是有 只是對面就玩得不太好的樣子 每個人玩都玩不好的時候阿 那些酸民那些屁孩 打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超安靜 然後一旦隊友打不好 他們就會狂噴猛噴 同意請按讚好不好 這邊看一下 我們艾琳怎麼打一套 我們二技能先貼近 接大招直接接他一套 他補上瞬移他以為他可以跑掉 有看到嗎 我們的輸出就是這麽的噁心阿 只要確定打出去的大招 那敵人交上瞬移 那個大招的小金蟲也會追過去 就是這麽可怕 那這邊我們是直接一波逆轉 不是逆轉阿 一波獲勝好不好 那如果各位喜歡今天的教學 也別忘記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訂一訂 皇帝40萬訂閱需要你 好不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訂一訂 謝謝大家皇帝 我的影片呢 永遠看不定 那我們下一部會見阿 大家掰掰 你們一定會出現 一會兒 訂閱 鈴鐺 戴鈴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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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鐺